上世纪60年代 像许多感到孤独的长导女孩一样 唐纳卡伦也为自己找了一个偶像 来自布鲁克林的年轻和手 巴巴拉十岁山 而现在他们成为了第七大道 乃至整个纽约人们谈论的焦点 甚至唐纳卡伦时的偶像巴巴拉十岁山 都成为了他们的忠实顾客 她喜欢这些护衫衣服 曾经有一天 你还是纽约长导的小女孩 梦想着成为巴巴拉十岁山那样的名人 而现在你已经成为了巴巴拉十岁山最好的朋友 她有这种灰色和这种想法 她是一个很棒的设计 因为她是小狗狗